还有日本防卫省发布了这个山东建的 监测一周的最新报告 好 报告给大家看有没有 你看到7月10 7月9号 还有包括7月14号是最小的规模 最小规模也有一艘055 还有一艘052D 还有一艘054A 加起来是四件编队 7月9号 7月14号都是四件编队 那7月12号 13号 15号 都是最大规模的7舰组成 规模可大可小 各种不同的一个组合 那当然其中还有380次的舰载机起降 包括歼15 包括直升机等等 另外四艘驱逐舰 还有一艘护卫舰上垂发 加起来总共384部 够惊人的 还有一个就是南海上的最新动态 不是双方关于仁爱交的部分 签了一个临时协议吗 当时大陆外交部就讲 希望非方言行一致 这个话由在耳 你看到7月22号 菲律宾外交部就说什么 中国外交部关于 这个菲律宾方向仁爱交 坐摊军舰提供补给 需要事前向中方通报 这个说法不准确 不准确 中方不是有三点吗 其中有一个就是 有没有人家自己处理 要把它拖走 那接下来基于人道 所以相关的物资呢 你在通报之下 会让你补给 但是这个菲律宾讲说 这个说法不准确 那执行向仁爱交 坐摊军舰提供补给任务时 不会事前通报中国 这个是不是已经签了吗 其实那时候签的时候 我就问一个问题 会不会菲律宾又翻脸 又不守信用 话还没讲完就开始了 那今天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再度向非方喊话 希望言行一致 不要试图倒退 不要节外生枝 不要再采取让局势 复杂化的一个举动 然后中非就有人爱交局势 达成了这个临时性的安排 同意共同管控 所以在中方公布的那几条当中 是有补给钱 必须要事前通报 但菲律宾说没有 菲律宾说你这个解读不准确 跟南海相关的还有一个人 我让介大使一起讲 南海本来就是一个敏感的区域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在7月底要访华 这个讯息已经公布很久 但是总理要访华前 意大利的航母跑到南海去 它的航母包括20多架战斗机 还有1200名士兵等等 那在这个结束之后 就要穿越南海 一路前往菲律宾 还要停靠在马尼拉港口 那当然了 什么人道 儿童手术救援等等 但是你了解 航母所到之处 敏感 敏感再敏感 更何况南海本来就是个火药库 谢大使怎么看待 这一连串 牵涉到这个意大利 牵涉到这个日本 更不要说菲律宾 一连串的南海相关讯息 对 就是说 日本非常关切中国海军的发展 因为日本自认为是海洋大国 而且它在这个中国周边水域 享受了上百年的优势 那现在这个形势逆转 那我想日本是这个心里面是五位杂成 当然它也很注意中国大陆海军的动向 那尤其航母 那山东号的航母这次算是 这个编队非常非常的强大 它这个看起来是有两艘055大驱 万吨的大驱 那加上两艘052D7000吨 还有一艘054A4100吨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一个查干户号 大概也是两万多吨的 综合补给件 这个规模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那刚刚讲垂发就300多管了 300块将近400管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战斗群 而且山东号事实上 它这个目前的演练的情况看起来 它等于说 它已经可以达成 进行各种实战的话 可能它已经相当成熟了 它一直在讲 它这个起降次数 歼15 它的每一个每一个都在计 还有这个夜间的演训 所以是24小时的演训 而且山东号最近几次 中国大陆的最近此次航母 这个其实它的行动方向 都基本上是往台湾 以东南的水面 就是第二岛链 尽量接近美国的这个 关岛这个方向 那这次没有接近那么多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 曾经大概离关岛 大概500公里 非常近了 那建子美国 这是非常清楚的 那这次它只是讲 是在台湾的东南水域 可是问题就是说 现在中国大陆航母 中南水域走完 它接着就到南海去了 所以这个一个新的路线 事实上我觉得也是 可能就是南海的情势 这个威责 尤其是菲律宾 要达成这个效果 所以日本基本上是完全 等于说它不是玩风 它是完全观察 对它写了一个监控报告 写了一个监控报告 连大陆博主讯息都没这么多 可是这次我也看了 没有航基图 过去连航基图 几点到转弯再回来 都非常清楚 可是我想日本也负责 这个说就是美国 负给它的任务 因为日本的这个国土 基本上包括它现在 这个占领的琉球 基本上等于说是封锁 中国大陆海军出海 最封锁的这个 以它的条件来讲 是最强的 那中国大陆的海军 如果要从这个台湾以北的话 事实上都要穿过宫国海峡 要不然你就要从这个 清津海峡那边过去 日本也看得到 所以就变成就是 就是都要经过日本 所以日本事实上 我觉得美国也赋予它 一个怎么样 要好好看管中国大陆 海军的动向 第一岛链的一哥 第一岛链一哥 而且它的侦测的能力 事实上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比台湾强 因为上次人家 飞弹从台湾飞过 台湾都不知道 还是装不知道 还真不知道 可是人家就公布了 但是不管怎样 这个一哥还算是谨慎 不像菲律宾 菲律宾就是感觉上比较冒进 那你怎么看待呢 仁爱教大家还觉得说 不是双方的这个 临时性的一些协议等等 好像已经大局底定了 谈好了不是吗 怎么一下子又开始翻脸 我觉得这个 我看了一下 这个大陆的这个外交部 他是说达成协议 这个协议有很多种 不见得一定是书面协议 口头协议 君子协定也有可能 所以这个事情 又是君子协定 跟菲律宾君子协定 因为这种签下去 有一个效果 就是说国际法上 我们来讲的话 如果签的话 那菲律宾承认 中国在仁爱教的主权 因为你要通报 这个你要行使你的这个 你所的主 你的水域 你主权所及的水域的话 通常这个所谓的 它的管制办法 它的治理方法 一个就是说 你不准进来 这是一种 第二个 你要进来的话 有两种方式 一个就是你通报 你通报 第二个 你要我核准 像我们现在台湾 我们现在台湾 对于我们领海法 我们怎么规定 外国的军舰 要进入我们十二海里 进行 这个怎么 这叫什么 进行无害通过 要得到我们的核准 我们要准了才行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 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 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 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 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 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 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 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